这一段的经历 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 你呢 对我越严厉 越不好 我就越想跟你斗 其实我真的 挺舍不得你们的 有机会 去到下场 来家里坐坐 尝尝我们家 掌钱的手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小子 心里跟明镜似的 走 西尘哥 凤尘哥 你们保重 西尘哥 西尘哥 不用看了 鬼叔说他还有事 就不来送你们了 行吧 毛孩 老鬼呢 年纪越来越大了 以后 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 还要照顾好 整个钱家都 时间不早了 准备出发吧 走吧 封尘 封尘哥 有空了多来看我 你还有好多海鲜都不认识 好多字都没教我呢 西尘哥 有空多来看看钱家岛 回来看看鬼叔 我一定会尝回来的 站稳了 我要开船了 走了 毛孩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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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尘 西尘哥 我会写申请调令 我要留在岛上 我要帮助钱家岛 凤尘哥 你真的要留在岛上 我这不留下来了吗 西尘哥 老鬼是我的榜样 老鬼老了 我要当下一个老鬼 西尘哥 别把我们忘了 记得回来看看我们 来看看鬼叔 保重 我们会想你的 保重 不得 保重 陈大军说您最喜欢这辆车 还真是 怕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车 好 启航啊 我干了一辈子的消防救援了 你别说我目光狭窄啊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情怀 情怀 也就剩下情怀了 还有荣誉 这些人 真是舍不得他们呀 季航 安顶交给你了 知道你今天回来 我这等了 两个小时了 你等我干吗 看看你状态 黑了 也撞了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能力落下没有 我发现 你身上还是有着那种 变态的优越感 别总这么说话 把行李放下 齐班叫起来 和钢铁班再比一次 先来 你们安定来的人 是不是都这样 不能说我们安定来的人都这样 只能说 咱们不是一类人 那你说说 你是哪类人 我又是哪类人 你是强者 你的眼中只能看到强者 你也只尊重强者 这放到古代 你一定是萧雄的 但在你心里啊 情怀这种东西 是最不实用的 但情怀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宝贵 我们呢 绝对不会抛弃 像说说这样的弱者等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消防 要么生 要么死 我抛弃他 我是为了救他 叶启恒没有抛弃他 反而让他加入了七班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想的 说说 我申请调还安定 因为安定需要我 胡闹 这是理由吗 安定需要你 兰燕不需要你吗 被困的人员不需要你吗 你这个脑子里 只有你我 救援 需要体能和技术 都非常优秀 需要我们团结一致 需要我们尊重生命 孟凡牺牲 吴战当初跟我讲 三六化工厂爆炸事件 我还缓不过来 但在钱家倒的时候 老鬼给我讲三六化工厂爆炸事件 我才明白 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选择留自安定 继续前行 一个人选择履行诺言 其实无论他们在哪儿 都在为人民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样 我在哪儿也不重要 消防精神 除了坚定的信念 还有秦淮 秦淮 同样支撑着我们前行 所以我想申请 调回安定 你和叶启恒都年轻 都有想法 我不管你们的思想 是不是有局限 外面的空间我给你们 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 不管到哪儿 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你不认识 老吴今天是 认职的最后一天了 快去看看他